记者李雅文台北报道,Line Today因永久合一选举推出未来市长讲起话,邀请柳都市长参选人上直播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为第一棒,今天中午和知名新闻主播沈春华对谈。 沈春华问及再出来选有没有挣扎,苏贞昌答,慎重再三考虑,尽管最开始和竞争对手喉有移民调有差距,不要害怕被三任就阻碍挥棒决心。 苏贞昌在节目上说,当初获得征询是慎重考虑,因为对于新北市有很浓厚感情,所以出来努力。 尽管最开始各界认为其和竞争对手喉有移民调有差距,苏贞说,不要害怕被三任就阻碍挥棒决心,最开始各方民调都差很多,我看民调是趋势,现在是在最激烈的误差范围内,每天接触很多人,那就是随机民调。 从身体语言可以看到他们对新北市长非常大的期待,对于团队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。 沈春华问及,党部征询出来选时,是否有允诺给什么条件或资源? 苏贞答,没有,只有派了陈局来说民主走到这个关键时刻,不能在家当阿公含一弄孙。 要站出来,当年屏东县长失利,是台北县给了机会,让自己有机会再起,这次决定要为新北市民再战。